这一段历史可能已经被人们忘记了 就是英国海军在上个世纪 封锁非洲的行动 是由这一个编队来完成的 West Africa Squadron 西非编队 英国海军的西非编队 它是为了解放奴隶 而做的一场非常漫长的军事行动 西非编队呢 当时人们使用的船都是这些帆船了 从1807年 大概一直到1865年 也就是说超过半个世纪的一场行动 有西非编队 那么你可想而知 在50多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水手和军人还有船长 都是好几代人了 他们为什么要来做这样一场行动呢 在这个 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海岸线上 封锁非洲的这个港口 去寻找奴隶船和 奴隶船和海盗船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奴隶贸易是一个大三角贸易 那么商船从 以英国为例吧 从英国来的船 他带的是枪 布匹 和这个 金属制品 还有酒 到了非洲呢 在西非的时候 他把这些商品卖给非洲人 把枪也卖给非洲人 那么这些非洲人去用这些东西抓来奴隶 抓到奴隶之后呢 船长会把他们奴隶买下来 然后送到西印度群岛 这里有大种植园 甘蔗种植园 烟草种植园 在这里呢 但是也分发奴隶 这些奴隶上了岸之后 在被分发的二道贩子 分发到北美洲 在美国的南部 种植园农场里面 去做奴隶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船已经赚了两笔钱了 第一笔是欧洲的商品卖给了非洲人 然后到这里奴隶又卖给了北美的种植园主 再回去的时候 他们会带上大米丝绸 染料 还有这个烟草 烟草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 如果是从这个波斯顿出来的船呢 他又可以带上金鱼的油 那时候捕金业比较发达 金油 木材和皮毛 加拿大那里捕捉到的皮毛 带回欧洲 这样他赚第三笔 也就是说大三角的每一个边 他们都是要赚钱的 那么 英国的法律跟这一个 并不是 在英国的法律当中 英国是参与了这样的贸易 可是 我们看一下英国在那个时候 英国的法律 并没有确认奴隶 能够在英国法律系统中存在 就是说在英国的法系统 是不存在奴隶身份的定义的 所以在历史上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A man is freed Once he set food on England 就是说一个人 他如果踏上英国的话 他就再不是奴隶了 所以这些在这个奴隶贸易当中 并没有 英国人敢于把奴隶带回英国的 因为在英国法律里边 是没有奴隶存在的 之后1807年 英国通过了一条法案 叫做奴隶贸易法案 它是禁止奴隶贸易的 从此呢 从法律上说 英国船长就不能够参与这样的奴隶贸易了 可是我们知道 英国确实是从奴隶贸易中曾经获益的 让我们看一下 我记得英国至少在这个奴隶贸易中 卖过至少几百万个奴隶 一下子找不到他了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1807年吧 那么1807年 他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 西非舰队就成立了 这支舰队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条船 但是呢 他们执行的任务是 分锁这个非洲的海岸线 搜搜查奴隶贸易船 这些船追到奴隶 这应该是1807 他是07年 他是07年在做这个视频 这个作者 这一条船应该是有相关历史的一条船 西非舰队的 那么 这些水手就去追逐这些奴隶船 他们追到奴隶船的时候 一开始呢 他会 就是说你船上有奴隶 那么就要 采取行动 扣留 于是有一些奴隶船主 他们甚至就把奴隶从船上扔下去 当他们看到西非舰队的时候 这样的话情况反而不好啊 所以英国后来又修改了这个 修改了这个法案 只要你是奴隶船 那么 西非舰队就有可能把你扣留 到 我们看一下西非舰队曾经有的这个船只 他有哪些船只 这是1807年的这个 奴隶贸易法案 这一个是 这一个也没有中文 这一个人呢 这一个人他叫William Wilberfoss 他在这个法案里面起了作用 但是这样大的一个法案 这样大的一个行动 是不可能 他是一个国会议员 是不可能有一个人完成的 因此实际上有好几个人都参与完成 并且做出相当厉害的贡献 这个时候西非舰队英国的船 一开始奴隶的船 他们会打什么样的旗帜呢 他们会挂英国旗 可是现在1807年之后 西非舰队来追他们了 因此这些奴隶船呢 他们就挂上其他国家的旗 可是 我们可以看到 1805年 英国 英国和法国在作战 因此呢 如果你挂法国旗没有用 英国和法国本来就是在战争状态中 那么 1805年 英国刚打败了这个 Trafalga海战中 英国刚打败了这个西法联军 也就是说你挂法国的 奴隶船上挂法国旗是没有用的 挂西班牙旗是没有用的 挂英国旗当然没有用的 那么 1807年 他们同时造出了蒸汽机的轮船 但是蒸汽机的轮船 显然还没有用到这个 West Africa Squadron里面 那么后来 我记得这个时候 英国跟丹麦也在打仗 所以你挂丹麦的旗是没有用的 基本上你挂什么旗都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 西非舰队几乎是在同任何一个 北欧的海军在作战 碰到任何旗帜都会拦下来 都会去审查 那么英国和美国也在打仗 美国刚独立战争之后不久 所以挂美国的旗去犯奴隶 也是没有用的 而当英国在海担中打败了对手呢 当他们打败了法国呢 他们就会迫使法国签下这个协议 签下这个 同意 这个叫做 Slave Trade Actor的这个协议 因此呢 英国的海军始终能够保障在这里 执行他们的任务 这个舰队有多少条船呢 这里边列出来的是有几条船 这里只有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八条船 西非舰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舰队 但是他完成了任务 到1865年的时候 几乎这一片海域 奴隶贸易已经做不下去了 那么他们又把这个线路延伸到印度洋 也就是说 围着几乎这个西非舰队 就把非洲给 他的作战方法叫做blockage 就是这个 堵塞了 把这个 这个 违宪了这个非洲出来的奴隶贸易 那么我们知道 1861年之后 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始了 又把美国南部的奴隶给解放了 后来美国也参加了这个西非舰队的行动 美国人在这个奴隶解放中也是有贡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条船 这是西非舰队的一条船 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1824年 坐的一条船 在这个后来呢 就被皇家海军给抢了过来 因为它是一条奴隶船 它在运奴隶 所以皇家海军把它抢了过来 接着呢 就用在这个西非舰队 这条船的名字就被改成了叫做black joke hms 那个时候 英国海军的军舰都是这样的命名方式 叫做hms her majesty sheep 让我们看一下 hms什么意思 没有 算了 black joke 为什么改成了black joke 因为black joke 好像是水手们喜欢唱的一首歌 我们能不能看到 hms black joke 这一个录像 刚才我们听他介绍了一点点 是west african squadron g8 他在2012年上传的 但是刚才我们好像看到这个视频是 2007年拍摄的 我们看hms black joke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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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看这个black joke这首歌有没有 那么 好像就是这一条 当时呢 拿破仑还在打仗呢 就是说 1812年 在这个西非舰队组成了 5年之后 拿破仑进攻了俄罗斯 而且是打得很厉害 拿破仑是很能打的一个人 那么两年之后英国人斯蒂芬发明了蒸汽汽机车 也就是说 但是1815年的时候 1815年的时候拿破仑被打败了 并且被流放了 第一次被流放 后来呢 那个1815年在滑铁炉再次打败拿破仑 这个时候 拿破仑被打败了 他又被迫签下了 法国又被迫签下了这个 同意slave trade act的这个协议 那么也就是说从此 法国挂法国 骑的这些奴隶船 也会被英国人合法的 这个 追逐 和检查 OK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实际上 我们看到他的中文资料非常的少 那么 但是这一场战争可能是说是 在人类海战中如果说是什么样的战争会有点意义的话 那么这一场 这一个编队的行动 应该说是 属于这样的一种战争了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的奴隶解放战争之前 他就已经 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几乎 把整个非洲的 奴隶贸易给扼杀了 这样的一个 舰队 他的名字叫做 West African Squadron 西非编队 Squadron 中队还是编队 我们就管他叫舰队吧 西非舰队 并不是一支很大的舰队 但是很显然 有几代 军人 在里面作战 西非 混合 转 转 来